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嘛 今天是週末 所以我們輕鬆一下 先跟大家說個冷笑話 這次是跟中共官場有關的 就是您知道嗎? 趙立堅在海外有個失散多年的姐姐 來看這張圖 今天有朋友傳這張圖給我看 那兩個人是不是長得很像? 左邊那位大家都知道是中共戰狼部的趙立堅 那右邊那位很像戴了假髮的趙立堅 對吧? 其實這位是日本東京都武藏野市的市長 松下林子 那兩個人是不是長得挺像的? 就差一副眼鏡了 不過 松下林子跟趙立堅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他不但連續當選了兩屆市長 還會跟民眾一起玩跳繩 這一點 趙立堅是肯定做不到的 因為他只會叫大家偷著樂 不會跟大家一起樂 好 講完了笑話 那我們來聊今天的主題 今日主題 中國多地封城封控 清零背後藏殺氣嗎? 最近中國許多地區不但再次傳出了疫情反彈的消息 而且四川成都也從9月1號晚上開始宣布原則居家 其實就是全城封控了 只是不敢說封城這兩個字 一方面是要避免政府丟面子 二方面也是要避免政府扛責任 成都婉轉地宣布封城也引爆民間的恐慌 2100萬成都市民展開了瘋狂大搶購 大家不但拼命把車裡裝滿的豬肉和物質 甚至還有人在車頂掛滿了雞 就是擔心這次封城會不會讓成都變成第二個上海 而且不但成都封城了 連廣東的深圳和廣州也都傳出新的疫情 再次實施新的局部封控措施 換句話說 光是在這個週末 中國又有幾千萬人又被封控了 好 為什麼中共這兩年多來一直不斷地在封城呢? 是封城封上瘾了嗎? 當然 是因為習大大的動態清零政策 因為他很自豪地說過 這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 我一直是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可是 後來全世界都發現 清零是行不通的 會把國家經濟拖垮 而且會讓國民的健康更脆弱 所以紛紛走向了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像日本和台灣也是一樣的 一步一步地鬆綁管制、開放邊境 但是中共卻堅持反其道而行 因為習近平說過 動態清零可以展現中共的 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制度自信 所以說白了 為了展現共產黨的自信 為了共產黨的面子 中國十幾億百姓就只能當清零政策的韭菜 一直被割下去 不過最大的問題是 這種極端的清零封控 兩年來不但沒把病毒清零了 反而是快把中國經濟清零了 因為封控會造成民眾不能上班 工廠不能運作、企業不能生產 經濟的損失當然也就難以估算了 像中共官方最近發布的數據 16到24歲的青年人口 失業率將近20% 這還是中共沒劃過的數據 另外 8月份中國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也就是PMI 也只有49.4 這個數字只要低於50 就表示中國的製造業還在萎縮、衰退 所以現在也有許多人預測 今年中國最後的經濟增長率 可能會跌到2%或者更低 習近平的動態清零引發民間 和企業界的廣泛不滿 所以有人嘲諷他 是大清朝的第13個皇帝 妙號清零宗 我覺得這個比喻非常貼切 為什麼呢? 第一 習近平目前想要打破中共內規 來個三連任甚至連任更久 他確實是想把共產紅朝變成習王朝 自己當皇帝來獨攬大權 第二 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之下 不斷的加速走向懸崖邊緣 不但經濟衰退、失業暴增 在國外也通過戰狼外交 積攢了越來越多的敵人 國內人民不支持他 黨內派系反對他 而且中國這兩年的重大天災不斷發生 這些內憂歪患跟天災 真的跟過去的王朝末年非常像 所以把它叫做清零宗 帶領共產紅朝走向清零 那確實是挺貼切的 不過言歸正傳 為什麼明明經濟是越搞越糟糕 人民生活越難越困頓 但是習近平還要堅持不懈地搞清零玩封城呢? 這裡頭當然有貓膩 首先習近平要通過清零政策 來鞏固他的連任資本與權威 絕對不能自我否定 在中共黨文化思維裡 黨必須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 黨是永遠沒有錯的 既然習已經公開強調清零政策是他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了 那就等於是他要自己扛責任了 所以當然不能改變政策了 否則就等於是承認了 過去是個錯誤 是個笑話 那黨內就會有人起來發難攻擊 海內外也會對他批評嘲諷 那這樣子的話 他要拿什麼來連任呢 對吧? 再來習近平知道 黨內有不少人反對他連任 反對他的清零政策 所以他堅持強硬的清零 讓各地封城 也是為了測試各地方官員的政治忠誠度 以及他們的維穩能力 我們別忘記 黨內對習近平的反彈聲浪其實很大 所以即便他這次真的一意孤行 打破規矩連任了 但是黨內絕對不會就這樣 都聽他的 都服從他 所以習近平的下一個任期 會活在更緊張 更焦慮的局面裡頭 所以他最近不斷強調 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 就是因為黨內很多人不維護習核心 不認同習核心 所以對習來說 要考察哪些官員對習忠誠 哪些不忠誠 最可靠的一個測試手段 就是清零封城 如果一個官員敢冒著經濟下滑 百姓抱怨和社會批評的風險 跟著習近平一起搞清零 跟著黨中央一起搞別人認為是壞事的事情 那這個人就有比較大的政治忠誠度 這種政治考核的邏輯看起來很詭異 但是在中共裡頭其實不少見的 像過去江澤民統治的時候 他就是用貪腐和迫害法輪功 來測試官員的忠誠度 只要誰敢貪腐敢跟著江澤民殘酷的迫害法輪功 那這個官員就被認為是夠忠誠 就可以提拔成自己人 你看看周永康、薄熙來、羅幹等等 那幫江派的人都是這樣封官家絕的 而且在過去的實踐中證明了 要做到清零和封城 政府需要有強大的維穩能力 去打壓百姓的反抗 打壓真相的傳播 還有控制信息的流傳 所以對習來說 封城就更是一個 考核地方官員的好方法了 因為他也清楚 他這次連任遭遇到黨內和國內的強大反彈 所以未來他一定會遭到 更多黨內的挑戰和人民的抗爭 因此他只能靠著更升級的維穩 更強硬的鎮壓 還有更全面的監控手段 才能繼續穩固權力地位 所以他需要找出更多對他忠誠 能夠幫他維穩百姓的人 組成他的習家軍 而且二十大馬上就要開了 那那些想要升官的地方官員 當然也會想要積極地求表現 積極地向黨中央献媚表忠 來爭取被習大大看見 所以雖然成都有兩千一百萬人口 但是才出現幾百個陽性案例 沒有重大的傷亡 馬上就宣布全面封城 這裡頭也有地方官員揣摩上意 封鷹拍馬的因素在 還有一個貌膩 也是比較讓人緊張的 就是北京可能要通過不斷的封城清零 來對中國人民演練戰爭狀態 也就是讓人民漸漸習慣 戰爭發生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困頓與限制 這樣會有利於北京當局 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 內部戰爭和外部戰爭 一說到戰爭 難免會讓人覺得可怕 但是我們都看到了 現在的中共距離戰爭還有多遠呢? 很可能近在咫尺對不對? 不但中共想要攻擊臺灣 拿下臺灣 中共還可能跟美國和日本發生戰火 中共跟印度在邊境也可能發生戰火 所以北京現在通過嚴厲的封城 來做國內的戰爭演習 這一點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戰爭發生的時候 會物資貧乏、糧食短缺、交通中斷 人民的行動都會受到嚴格的限制 這種極端的生活狀態 就跟現在封城很接近 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推測 北京也是有意地在利用極端的封城 來測試和培養人民對戰爭的應對能力 因為習近平在第三個任期之內 確實很有可能會發動台海戰爭 不過我認為 還有一種戰爭也是習近平想要演練的 也是非常有可能會發生的 就是黨內的內戰 這種內戰不一定是要搞得像三國時代 或者民國初年的軍閥歌劇那種大規模 而是黨內 反習派動用大大小小的武裝力量 來對習派發動攻擊或者暗殺 都是屬於內戰 當然這種黨內的內戰 我們外界光看媒體是看不到的 比方說過去胡錦濤被江派暗殺了好幾次 習近平也被暗殺了好幾次 這些內戰外界根本看不到 黨媒也不會報導 如果不是事後官方透露一些資料 或者有人到海外爆料抖得出來 否則根本看不見 中共黨內鬥爭是這麼的凶猛激烈 刀刀劍骨 這次二十大 習近平不但打破了黨內規矩 而且政績還發生可乘 就想要強行連任 當然會讓更多人不服氣了 雖然現在軍權控制在他手上 他可能因此可以闖關連任 但是只要他跟反習派沒有做出 讓大家滿意的妥協與利益交換 那麼習近平即便連任了 也很可能會隨時面臨反習派反撲的挑戰 其中也包括了動刀動槍的暗殺或內戰 所以習近平堅持強硬的清零 嚴厲的封城 確實很可能也是在對國內演練戰爭狀態 包括內戰和外戰 一方面是要讓人民提早熟悉 戰爭時期的困頓生活 來減少民間的反抗與內亂 另一方面 也是要讓北京當局可以觀察 如果哪天真的發生戰火了 到時候中共可能會在國內 遭遇哪些狀況和挑戰 又該要怎麼去應對呢? 特別是有一種極端情況 是習近平想要防範的 就是如果哪天習對台海發動了外部戰爭 而反習派也趁機在國內發動政變戰爭 到時候他該怎麼樣去應對 這種蠟燭兩頭燒的局面呢? 別以為這不可能發生 看看中共現在 一方面不斷地在沿海地區實施軍演 這就是模擬外戰 同時他們要在國內實施封城來升級維穩 相當於模擬內戰 這就是一種同步的內外戰爭演練 所以總體來說 中共死守著動態清零不放 還不斷地在各地實施封城封區 其實背後除了有維穩二十大因素在之外 其實還有二十大以後的因素在 也就是要備戰、應戰 而且是不只是應對外部的台海戰爭 還要應對隨時可能發生 甚至可能已經發生的內部戰爭 好 我們再說一遍 中共最近頻頻封城封區 除了表面上是要防控疫情之外 但背後還有幾個更深層的 更重要的貓膩 第一個貓膩 習近平要鞏固連任資本與權威 不能自我否定 第二個貓膩 要測試地方官員對習近平的政治忠誠 以及維穩能力 第三個貓膩 要為二十大舉行來升級維穩 同時管控人民和反習派的言行舉動 第四個貓膩要演練戰爭狀態 應對將來可能發生的內部以及外部戰火 好 今天就聊到這裡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